大家好,我是Joyce 大家好,我是Jesse 今天我們來到拳館 要找大哥教我們打拳 Hello,杰仔 Hello,大家好 我們知道你是一個職業拳手 不如今天就教我們技拳基本功 沒問題,Let's go 好,我們就來到教基本功的環節 可以看一看我們地下有些小道具 就是教比較輔助 幫你們學習基本功 好,我們教完怎樣走和站 教怎樣出拳,入正題 我們先教直拳 我們先給它一個名字 前面的手我們叫one 或者叫jab 後面的手我們叫two 或者叫cross 經常聽別人說one two one two 就是左手和右手 好,你就會發現 one好像沒什麼力氣 對不對 我們就要打one的時候 同時踏腳 把自己的重心壓下去 我們的前腳 把體重加到jab OK,jab 對,然後再回去 我們打完jab 我們就打一個cross 複雜一點 cross cross very good 大家都做到腰馬合一了 好,我們試試將one和two 夾在一起 我們做最快20秒 OK,準備 go OK,我們打勾拳的時候 同樣跟直拳差不多 都是要做到腰馬合一那樣東西 我們一起打右拳 OK,我們一打的時候 就做回剛剛扭屁股 對的那樣東西 然後當手 去到中間我們的target 我們就停下來 然後收回去 好,大家開始似無似樣 我再講一下如何去呼吸 OK,我們通常打的時候 會咬緊巴壓 同時我們呼氣 所以我們打拳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s,s,s,s的聲 OK,所以我們咬緊 一出拳的時候 s,s,呼氣 OK,ready box,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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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box,s,s OK,very good 好,之後我們就去uppercut了 我們打Uppercut的時候 我們再用多點足腳 uppercut的時候 我們三次坐下來 OK,first step right 我們會感覺到 腳蹲下 我們在打的時候 在出拳的時候 我們就伸直腳人 同時加個旋轉 蹲下再轉 然後同時就把手送出來 1 2 3 1 2 3 OK 左手呢 我們就在蹲下去的同時 我們先轉去左邊 好 然後我們教一下怎樣做閃臂 做過直拳閃臂的時候 只要把頭同時把人轉一轉 這樣就可以預備做一個反擊 因為當我閃到左邊的時候 我的左手就準備出拳 好 我們學完直拳閃臂 這個叫Slip 我們學完Slip 我們就學一個叫Weave 就是頭呢 就畫一個U字 就是一個勾拳的閃臂 因為當 有人打橫打你 就是你當學怎樣避一巴巴 那就是要先蹲下 STEP 1是蹲下 2 我們做回轉身 OK 3 站起來 好 之後呢 我們就試一下實踐了 OK 我們由最簡單的直拳動作開始 先啦 記住呢 我們打的時候呢 要握緊拳頭 對不對 握緊拳頭 然後鎖緊自己的手腕 同時留意呼吸的 1 2 對啦 轉拳頭 對啦 好 那就可以見到呢 兩位都喘氣了 我們大概打了1分鐘而已 所以拳擊是一個很大樣的運動來的 做個閃臂 OK 直拳 之後就做個閃臂 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做到 OK 我就會在你們打完1 2之後呢 就打回你們的1 2了 因為呢 閃到右邊再左邊 是一個閃1 2最安全的方法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當我打一個1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 你現在是閃到我手臂的外側 OK 那就跟我的右手呢 有一段的距離 所以你就會看到它 然後你再閃了 OK 如果不是呢 現在你閃到另一邊 閃到另一邊 你就會跟我的右手很近了 1 2 閃 閃 往後 再來 1 2 閃 閃 往後 對啦 那就會看到 我們做過閃臂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會用很多隻腳的 OK 所以拳擊呢 都會是一個很全身的大用運動 對啦 那我們就來做一些沙包的練習 OK 那就實踐剛剛學過的東西 好 那我們呢 一聽到我拍手了 那就一起上前 打個1 2 OK 我們記住呢 我們打直拳的時候呢 要拿長你的臂展 對了 你的手的距離 還有加上步伐移動 OK Good 對啦 那就馬上去啦 我們複雜少少了 我們首先呢 跟複雜少少的 我們呢 就不用上前 打他 我們左右左右 跟他很近的 放輕 我們做回合身體轉動的動作 OK 現在聽到我拍手掌 的時候 就馬上退後 然後上前 打個1 2 就是模擬我們 用步伐去做一個防守 退後 然後再反擊 好 保持著 對啦 繼續 繼續 對啦 回來那兩下 要大力重拳 重拳 唉 真是輕快 好 那我們來到這個 我們叫Cobra Back 它呢 就是 特點呢 它就會彈一下彈一下 那就是 模擬回 我打完對手之後呢 它會打回我啦 同時呢 我們要練回 我們那個 Equacy OK 即是 它躺著躺著的時候 我們要打中 OK 好 那之後呢 我們就先練你的準程度先啦 OK 那我們呢 就做回最簡單 1 2 退後 然後上前 1 2 退後 可以試一下 連續的 OK 2 再退後 1 2 退後 對啦 但是呢 立刻做回腳的退後 還有不要衝得太遲 啊 這樣去打 好 看看你 看看你會怎樣 OK 試一下吧 準備 Go 好 再退後 3 Good 今天真的好多隻傑仔 教我們打拳 我想問一下傑仔 我們如果想保持育 的話 一個星期應該打多少次呢 嗯 我覺得如果你想保持育 的話 一個星期大概兩三次 那就OK了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配合飲食 以及自己要享受這個運動 相比起跑步 或者其他大洋運動 我相信拳擊會是一個比較多樂趣的大洋運動 最重要是大家享受 然後慢慢培養一個運動的習慣 我相信很快就會見到成效了 嗯 那好吧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